今天你们是招也得招 不招也得招 来人哪 上刑具 大人 人是我杀的 钥匙我下的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刘雪儿没关系 好 把他工资记下 让这刘雪儿给我招供 跟刘雪儿真的没关系 大人 不是英雄 大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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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人 住手 我去 刘大人 郡主也来了 临青州之州 李尔多 在这里拜见郡主 起来吧 谢郡主 刘大人 我正在审理一起杀人案 就是这两个贼人 杀人哪 人证物证俱在 刘大人 您这是 李大人 这是我从傅大人那儿拿的 通审办案文书 专程前来听审 听审 这胖子呀 这是我干儿子 这江青雯呢 是我家夫人的丫鬟 你们抓了我们的人 我们来听审 有问题吗 来人哪 看座 看座 是 是 李大人 你继续 李大人 你怎么停下来了 我听着刚才这不是 正在用刑的吗 没没没 还不快把刑具拿下来 是 是 郡主 实在是没办法呀 其实我也就是 是用刑具吓唬吓唬他 我哪敢真动刑啊 您这还叫不敢用刑啊 那刚才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身上的伤 都是怎么来的 回郡主 此案呢 人证物证俱在 事实清楚 可他俩就是不招啊 你说有什么办法 你说 哥 刘大人 你看 师父也 也得这么招啊 李大人 您还真是个 秉公执法的好官啊 郡主 刘大人 您 李大人 格格也是一时意气用事 家里的孩子嘛 对不住啊 没忍住气 你别介意 接着来 接着来 不敢 不敢 来 郡主息怒啊 可这宫堂之上 动用刑具 符合大清律力 您说这犯人不招 这不动刑呢 怎么招呢 刘大人 您说怎么办呢 怎么 这不用刑 你就不会审案子了 这大刑一用 您就不怕驱打成招啊 那要 都像您一样 这全天下 得有多少冤假创案啊 不不不 刘大人 刘大人 要不 咱们借一步说话 慢着